诸位同修,大家吉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地角导师法语是 修行要先修习 把心修好,所做的每件事都有功德 这就是所做接办聚主佛法 诸位同修,修行,第一就是要止恶 要如何才能够止恶,就是要持戒 慈悲伟大的佛陀,不只为出家弟子研制品于戒律 也为在家居士广开戒法 例如五戒,八观戒,在家菩萨戒等等 持戒最大的功德,在于能够防飞止恶 一个人如果能持戒清净,就能断恶 散法自然就能彰显 所以说,戒为无上菩提本 但是,当家师傅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凡夫众生最大的喜气,就是很容易分别执着别人的缺点 殊不知,自己置身在其中的无名,也是另一种面向的分别执着 只不过是,同时的烦恶,两样的心情罢了 所以,止恶向散之后的进阶功夫,就是自尽其义 实戒是在戒自己,不是戒别人 一个人如果受戒之后,变成眼睛都在看别人,那就弄错方向了 佛教有一首七佛通戒记 诸恶莫作,众三奉行 自尽其义,是诸佛教 这是过去七佛,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修行成佛的教理 所以成为通戒 也是我们待人处世的不变法则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个通戒法则 在生活当中去例行 也就是念念修行 自然就会所作接伴聚诸佛法 祝福大家,佛光普照 一切顺利,内外大吉祥 阿弥陀佛